好,继续,这条很难 因为这条也是最新的DSEAN出的 我们改了一点,再传给大家 其实这里有讲文是一个Dunver Sloping Strict Line 我们一定要用在笔记里面 其中一个Factor就是要把两边XY轴的那条线都触碰 其实之前说过就是下面那一部分 就低一点,所以就是低弹性 中间有一个Mid Point,就是ED低于1 上面的部分就是ED大于1 最底的部分就是ED小于1 这是一个Strict Line的Electricity 当Christ转变的时候的情况 一直都没有证明给大家 如果你要证明,你要看之前第8货的证明 那就是说,当那个价值升 由3到4的时候,Total Expenditure 就会不变,你要记住 到4元这个位置,它说Total Expenditure 不变,所以这里就是4元 那3元就是下面这一部分 那如果我们再再接下来再再一次 那1在4美元上升到5美元 那它就会变上去那一部分 那上面那一部分 那现在Line On的Range 就是ED大于1的Range 所以当这些加价 如果ED大于1就是P上升的时候 Total Revenue便会下跌了 所以這個就是16條一定是BOY的 只有15%人 正常的因為很多 DSE這一條都是今年出入 每個都錯了很多就應該是 選擇MIMING SOME TRANGER 所以這條就真的難一點 錯都正常的但是 你知道背後的玩法 不過原來玩這個位置考這一道 你知道了就OK了 就是這樣